热 热 热 热现在成了香港市民挂在口边的字 截至当地时间5月30日下午17时 香港天文台酷热天气警告已经生效超过13日 这一生效时长已经打破了在2007年7月24日至8月5日的286小时10分钟的记录 成为自2000年推出酷热天气警告以来生效时间最长的一次 荣英最长酷热时段 同时香港在5月30日下午路得最高35.4度 是继29日路得最高35.3度后再破纪录 亦是有史以来5月第二最高温的纪录 仅次于1963年的35.5度 在中环湾仔千沙嘴一带太阳当空照 稍微走几步路就会汗流加倍 路上行人稀少连日常挤满游客的码头和天心小轮里都是空空荡荡 街边有人已经打起了赤膊 市民都选择躲到新人走廊里行走 在香港经营观光巴士游业务的赛斯表示 炎热的气候也影响了游客的到访 室外游项目顾客寥寥 大多数人选择室内游 据专家表示 5月气候炎热主要有两个原因 静音是南海北部有高空反气旋影响香港 气旋下面没有对流云及雨 导致天气较晴朗 原因是全球暖化及香港城市化的影响 其实在今个月来说 位于南海北部的高空反气旋 是比正常偏强的 而南海的西南风也都偏弱 所以输送去到华南沿岸的水汽就比较少 在这个情况下的话 香港的云量和雨量都比正常少的 因此温度也都比正常高 很多市民和游客都表示 5月份的气候比较反常 体感温度较高 许多市民和游客都觉得影响出行欲望 今年5月份的气候比较不适合理想 比较热 大家选择沉门的时候 比较少一些沉门 我个人的意见的话 就是多一些在家里看厕丝 今年5月份的气候比较往其他年不同 比较热 沉门的话就不是很好理想 我们来说 接触吗 我们要是有用 我 你 我